大家好,我叫李丽莎,来自明耀大学孔子学院,我的中文名字姓氏是李,姓李的中国朋友们常会调侃到我是他们13多年的妹妹,他们并不是嘴上说说,而是真的把我当作了家人对待。 在众多家人中,有一位特殊的家人,我和他的故事只能用缘分来形容,那时我正在中国主海所交换生,一天我做了一个看似冲动的决定,去杭州和我的中文语办见面,去之前我的心情非常忐忑, 虽然我们已经在网上认识了两年多了,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素未莫面的陌生人,然而就在见面的那一瞬间,所有的古律边都烟消云散了,我无必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。 直到现在,我都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,我们在微风吹吹的西湖边谈心。 那天下午,我们坐在那里聊了好几个小时,连晚饭都忘了吃。 他说,我就是他的家人,他会挂念我的。 他向我承诺,一年后会到葡萄牙见我。 在不能见面的日子里,我们一直保持着微信和电话联系。 旅游的时候,也会给对方寄出一张明信片。 那年的圣诞节,我邀请他作为特别的嫁人,来到我家一起过节。 我们全家还给他准备了一份圣诞礼。 然后我当时,我给他的礼物就是一本书,因为他很喜欢读书。 一个月后的中国春节,我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红包。 他说,这是他妈妈的一件新意。 虽然现在因为疫情,我无法和他以及其他的中国家人是常见面, 但我们依然是彼此的心中特别的牵挂。 我相信,待到上和无恙,疫情结束之日, 我和我的中国家人定会再次相见。 我觉得汉语是最有意思的。 现在我就想继续学习,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我没学习的东西, 还有很多我还没探索的关于文化或者关于语言的东西。 我很想去找一找。 哈哼哼。 救命,救命,救命,救命. 救命 救命,救命,救命ante. 唯一二二三一一一 救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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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を订 救命? 救命,救命。 你救命放命了。